我看看你们几个 我看起来谁八卦 我就找你八卦了 你就来吧 送头 看你 他们都笑成这样 这么好笑 这题挺狠的 这题可挺狠的 是不是得罪人 这题老狠了 老狠了 老狠了 那我就不客气 八卦 八卦拿我 这个吧 郭清凌 人品最差的人 粘边了 这还粘边 粘边了 看起来最不靠谱的人 最好欺负的人 粘边了 都粘边了 都粘边了 心眼比较小的人 都粘边了 粘边了 把那不好的都说出来 有仇报仇 最小气的人 眼睛最小的人 粘边了 粘边了 胆子最小的人 体力最差的人 粘边了 怎么那么多 看起来最柔弱的人 粘边了 你什么都粘边了 你的妈 什么都粘边 你啥都说粘边 贱人 这咋还打我呢 什么全粘边了 你好好说个范围 我好好说一个 我好好说一个 就是一种状态 最迷茫的人 最迷茫的人 迷茫已经粘边了 迷惑的人 迷惑的人 迷人的人 迷惑的人 迷离的人 最忧郁的人 迷路的人 粘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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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了啥 什么 对准法师 你这真粘边了 等等 等等 什么 什么 你想起来你刚刚说啥没 我想起来 最迷茫的人 最喜欢独鼠的人 站边了 没看到 最孤独的人 最寂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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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金晋贤说出来的 金晋没说寂寞 说了 我说了 我小声的说了 最孤独的人 最寂寞的人 谢谢公平的导演佐 我 为什么是麒麟 因为他的才华过于的高 所以他特别的寂寞 高处不胜寒 难免觉得寂寞 很孤独 很寂寞 你在我们这里是个宝藏男孩